水里乡妇女会日前在三村集会所办理会员大会 现场嘉宾云集 除了带来精彩的表演外 现场也有DIY教学体验 水里乡妇女会会员大会 来这里办活动 增进了我们水里乡妇女间的情感 学习一些那个 像我们今天也有做那个DIY的那个东西 还有请那个卫生安全奖息 也有消防队的来做那个CBO的解说 还有请我们社区的一些那个妇女同胞 一起来共襄盛职 现妇女会理事长 现妇女会陈淑惠也到场参与 陈淑惠肯定水里乡妇女会办理活动的用心 尤其妇女会历史相当悠久 在各界理事长带领下越来越好 基本上一个活动可以办不一样的方式 来参加好姐妹和好哥哥 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这样来认识 我个人上觉得非常的好 尤其我们妇女会已经算是历史很悠久了 将近几十年的一个岁月 每一位来担任理事长的都非常的用心 再次感谢我们水里乡妇女会 今天可以设计一道这么完整的整天的一个活动 让很多好朋友来共同参加 现妇员肖志全表示 水里乡妇女会平时对地方各项事物推动不遗余力 对父女同胞给予高度的肯定 水乡妇女会长期就支援我们地方 很多一些我们妇女同胞需要协助的 需要做的工作 都有他们恶话不说一口拦起来 所以他们平常不仅在自己的家庭 就要相当的忙碌 为人妻 为人母 辛苦的为家庭来付出 同时空余的时间还要走出家庭 来到社区为地方来做服务 在会中除了会员大会外 也有DIY体验活动等等相当丰富 议员们感谢水里乡妇女会的用心 也期望未来地方上的事物能够给予更多协助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道